你那车是什么车呀 新能源车呀 那好啊 那我喜欢的 那车多少钱呢 哎呦妈呀 十一万多呀 不行 太贵了 我这个车不能超过十万块 啥呀 大伙一起买 算组团是吧 能便宜 多少钱呢 九万六 那行 那行 那我买 我买 我买 不是 你先别给我登记呢 我还得给我们家领导汇报一下 我们家领导就是我媳妇 对 你跟我说说这车什么颜色呀 大姐夫啊 我一会儿出门 我穿双什么颜色的鞋呢 红色 红鞋 那我戴个什么帽子呢 绿色可以 绿帽子 不是 那我穿什么衣服啊 裸色 大姐夫 先挂了 我回头给你打啊 回头给你打 怎么了 什么呀 我一会儿见客户 你让我穿双红鞋 戴个绿帽子 中间裸着 什么玩意儿 你干啥呀 你裸着 你敢裸着人家敢看吗 你让我这么穿着呀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穿了 你刚才说让我穿红鞋戴绿帽子 哎呀 我这跟人家打电话呢 人家告诉我汽车的颜色 哎呀 你这看车呢 哎呦 大姐夫啊 你说看人家车 你眼不红啊 你又买不起 不是 顺风啊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 怎么难听呢 那我怎么就买不起车呢 哎呦 就你那点工资 你还买车 赵刚子 我把话撂这儿 你买汽车那天 就是我钱盛峰买飞机那天 你说话算数吗 我算数 街坊邻居挺好了啊 我买汽车的时候 他就买飞机 对 挺好了 我钱盛峰买飞机 你别忘了啊 我忘不了 哎呀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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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事呢 咋事 我一会儿出去 我那双皮鞋搁哪儿了 你皮鞋多了 我哪知道哪双啊 就那双 赠名瓦亮 光芒万丈那双 你要穿个灯泡啊 干啥呀 你出去装灯啊 我装什么灯啊我 就是六千块钱 我买的那双鞋 鞋棍里呢 我一说价钱 他就想起来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六千块钱买双鞋 你说烧包不烧包 就他这双鞋 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 哎呀 哎呀 咋的咯 哎呦 赠名瓦亮 味不味 味什么呀 味 哎 大姐夫 哎 你看这双鞋 我记着我买这双鞋的时候 我是身家百万 我今天就要穿上它 我从走辉煌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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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你这回的买卖 灰 黄了 啊 能不能说点好话 辉煌你就一块说 还辉煌了 不是不是 大姐夫 你放下你的葱 干啥呀 哎 你看这双鞋 我平时也不怎么穿 好像怎么不那么亮了呢 能亮吗 这么好的鞋你也不上油 也不保养的 真是 哎 大姐夫 这是油 这是鞋 来 你帮我上油 哎哎哎哎哎 哎 前顺峰啊 怎么了 不是 在这个家里 你让我给你干活 就这么理直气壮吗 行行行行 来 啥意思 来 我给你二十块钱 你帮我擦皮鞋行吗 咱俩都是女婿 啊 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吗 不是 咱俩是都是女婿 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 怎么呢 你是干物业的 专门搞服务的 我是民营企业家 我是负责赚钱的呀 你看 在咱们这个家里 你服务 我赚钱 你看咱俩配合得多好 哪 这话说得有的 我也赚钱呢 没说你不赚钱呀 你赚得慢呀 我赚得快呀 有首歌就是写的咱俩 啥 阿门 阿牵一颗团 阿里 阿能里的港发呀 我又背着那种种的壳呀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我明白 你不就说我是个窝尼 我告诉你 蜗牛爬得再慢 它总有一天能够爬到树梢上 对 等你爬上葡萄早就懒了 拿着拿着拿着 自己干嘛 大姐吗 干啥 让你帮我擦擦皮鞋怎么了 接着邻居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听听 我容易吗我 我这辈子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我跟你说 你这房子首付压了我一辈子 不是 大姐夫 你好好擦 我这笔买卖要弹下来有你的好处 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越来越富越来越富 我就是咱们家的 越富 越富了 越富 越富 我一会出门啊 赶紧擦啊 赵经理 爸 为首付服务呢 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出去谈个买卖 让我帮他把鞋擦一下 你就这么挂着他吧 你以为你这是为他好呢 你早晚把他给灌出毛病来 为啥呢 为啥 你没看见钱水凤吗 最近是越来越飘越来越堕瑟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为啥呢 他不就是觉得他有俩钱吗 我告诉你这么点啊 一会儿和我演一出戏 为啥呢 为啥咱就板板他这毛病 治治他这脾气 我让他知道知道 在这个家里他到底算老几 行 听我的啊 一会儿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得顺着我 明白 千万别问我为什么 明白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就好办了 为啥呢 这行 穿这身可以吧 那个钢子啊 我刚才到福利彩票那个对奖那种去了 你昨天买那张奖券 中上了 二等奖 奖金二十万 我中二十万 对 为啥呢 你点子好 为啥呢 为啥呢 不是 爸 自从我做生意以后啊 对钱这个字我听得特别真切 什么二十万 什么奖券我看看 岳父说话首付不信哦 岳父说话首付肯定信 就是我大姐夫能充二十万 我实在是不能相信 哎 钱顺芬啊 怎么的 我就不能挣钱吗 我还告诉你 我就挣了二十万 你借过二十万吗 有二十万你都不一定会花 你太气人了你 我告诉你我怎么花 来来来 你过来 我告诉你怎么花 喂 车行吗 那个新能源车我要了 对 另外我问一下 你们车行卖飞机吗 有人让我打听一下 波音七四七现在什么价格 长 这人吃饱了撑的 我觉得他也是吃饱了撑的 不是 她姐夫谁要买飞机的 你呀 我买不起飞机 你看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我买了汽车 你就买飞机 他说没说 这样说完我听说了 街坊邻居他说没说 买吧 波音七四七 你真中了二十万啊 我中了 哎呦 她姐夫 你有二十万你会花吗 哎 我姐夫 钱顺峰提出这个是个问题 刚才你过来 来 你这样 我是你岳父吗 是啊 我说话你听吗 听啊 听你就听我的 把你养金这二十万 你送给钱顺峰 岳父 爸爸 爸爸岳父 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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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 当初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 首付那二十万不是你付的吗 我付的 是吧 现在刚才中奖中了二十万 我让他把这奖金二十万送给你 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就不是你了 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 你能听深而处 拿出二十万交首付 你是条汉子 你酷啊 你霸道 但是那时候呢 咱们刚才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现在不一样了 刚才有钱了 他火了 他有听了 马上就又发财了 从今以后在这个家里 记住了啊 我是你岳父 岳父 他是你首付 爸 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 我这回我上听了 对 对吧 我一爬我就糊到二十万 对吧 以后我就是首付了 街坊邻居们 咱们家从今天开始 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 一 哎呦我的小心脏哎 我跟你说顺分 哎呦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你听不着跟你说 啊 后边还有难受的 你说 你记住 你不是什么黄鳥鸟 我是 你就是一只小小鸟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却咱们也飞不着 你不是舔的啥呢 这挺好 好 大姐夫 哎 那行吧 那个二十万你快给我 我现在正需要二十万 我到处借呢 借不着 不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啊 当初你是首付的时候 对啊 你往外掏钱的时候 这么痛快过吗 没有 挺痛快的呀我 不是 是不是有个程序 他每次都有个程序 哎 你按程序走 行行行 大姐夫来来来来 你快坐下 你坐下 你坐 哎呀你你你 干啥 按程序走啊 大大大姐夫你好 哎呀 你脑不舒服 我给你捏你 哎呀呀呀呀呀呀 等一下 你捏我呀 还是掐我呀 我都给你按摩嘛 你按摩太难受 别人受不了 啊 你这样吧 我我这鞋有点脏了 那我给你擦 哎呀什么了不起的 快快快点 哎呦 鞋油啊 鞋油鞋油 哎呦我这天哪 哎呀你把哎呀我的妈 你往哪抹 我这袜子 你看你给我抹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擦鞋了吗这不是 擦鞋你不能把袜子上抹呀 你这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啊你 你把这点鞋油 你得弄到鞋上 哎呀来来来 这行了吧 来来来来来 哎呦我这擦个鞋啊 哎呦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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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不是你别 你没用你这么擦的 你怎么擦呀 你先一开始把它打匀了 然后你再啪啪啪啪打油 明白吗 我这不是匀了吗 哎呀不能擦擦这个鞋 哎呀你这怎么能这么干的 怎么能干的 你怎么能这么干的 怎么干的 这鞋都让你弄埋下了 你知道吗 你看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吧 是吧 你呢先上油 对吧别着急是吧 哦 把油上完以后呢 你得慢慢的把它呀 全给它打开 哦哦 这好这好 完了你得看着别人的袜子 哦 当打开以后呢 然后你再这么打 明白不 你得这样打 明白不 没错吧 没错吧 位置错了 位置很贵 我跟你说呀今天还没怎么干活呢 这一槽鞋绑子甩开了还挺舒服的 你看这多好 现在你是首富 哎呀太好了 你起来 我起来 我是首富 来来来来 哎呦我的天 来来来来 别别别 你可一只脚霍霍霍吧 一只脚一只脚 哎呀你自己把我这袜子弄 你快点行不行 你以后人家都怎么着急 哎 哎 哎 你干啥呢 啊 我给首富擦鞋呢 啥 啥 啥首富啊 咱家房子的首富啊 咱家房子首富不你吗 没有 从今天开始就我了 哎呀 啥情况啊 媳妇 来 这这么个情况 大姐夫 手好啊 她买一张奖卷 中个二等奖 中了二十万 人家把房子首富还给咱来 还给你就要啊 不要咋的 那你缺钱呢 没有 就正要借这二十万的 这二十万来了 哎呦对 我还得赶紧把这约会给取消了 我这回去就是借那二十万的 哎呀 哎呀 喂 喂老黄啊 什么 让我叫你黄总 我凭什么叫你黄总吗 我不就是借你二十万吗 哎 小黄 我说你好好想想 我就借你这二十万 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哎 怎么着呀你想啊 什么 对 我今天不去了 正式告诉你二十万我有了 哦 菜都上来了 自己吃吧 自己付钱 大老板 大老板的气势 还在那儿抬抬的乐呢 什么 心哪那么大呢 什么的了 啊 啊 你知道你在我们家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叱咤吗 那前程中我优秀啊 你谁给你的自信呢 来我给你今天上一课啊 对比一下 大姐夫麻烦你除了一下来 啊 小姐在啥呀 来来来 你俩站一块来 什么的了 对比一下啊 在这个家里我问你 顿海拔 你有人家个高吗 好像差不多吧 差一块一点 你有人家眼睛大吗 好像差不多吧 你使劲凳都没有人毕上大 你长的颜值有人家好吗 好像也差不多吧 也好像了 怕老远了 那就相当于我大姐夫站楼顶上 你直接被拍地下室去了 还有啊 再看咱家里三个男人 来爸你也过来一下 来 哎呦我的事啊 现在这个家里 这个是岳父 这个已经从大姐夫生为了首富 你就是我丈夫 我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从贵妇变成了怨妇 咋的你还不服吗 我服了 怪不得刚才街坊邻居们一喊 首富是她的 我这个心 像针扎了一下似的 我比你扎得还疼呢 你就琢磨 你说挺好意 首富你给我整没了 以后让我在家里 还怎么横晃啊 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啊 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夫 我怎么招呼小米日啊 对啊 我怎么在我爸爸面前以后耍驴啊 对啊 我二驴子成二驴 是不是在江湖上消失了啊 对啊 对啊 那以后你该驴还驴 驴 驴的不应急 哎呀二姑娘 哎呀 听爸听爸跟你说啊 你都在咱们家驴了几十年了 够辛苦的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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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吧 你接着海驴 对 没事别这么伤心 别难过啊 刚才那个事是我 逗全顺风玩的 你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我不信 真没那么回事 真没这事 爸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没这事啊 不哭啊 没这事 没这事就好了 没这事 那二十万呢 根本就没有啊 大姐夫你奖券呢 我从来不买奖券 哎哎哎哎 不是怎么的 不是 二十万我必须得到手啊 我今天得给人家交钱签合同啊 你不找那黄总借了吗 对对对黄总 我还借什么呀我呀 我平时这黄总我倒当爷爷伺候着 我今天就要他小黄了都 他能借给我吗 我说爸呀大姐夫 你俩可就坑死我吧 哎呀爸呀 大姐夫你俩这玩笑开的真是有点大了 哎呀这公司都没了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我怎么整啊 这可怎么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不是你铺啥 你别哭别哭 你别哭啊 别哭别哭别哭 我没想到 谢谢 大姐夫 从这女生叹息当中我听出来 你肯定有办法了 他把办法告诉我 是吗 哎 哎 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拿着 假的吧 前顺风啊 你 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就不能有钱呢 你哪来的二十万呢你 爸给的我二十万 偏心眼儿 不是 我 我是他岳父 他说的那个爸不是我这个爸 他那个爸是他自己的爸 我爸爸给的我二十万 哦就是养鸡那个 对呀 怎么 你不是瞧不起我爸爸 我还告诉你 我爸继承了我爷爷的遗旨 在家回去就养鸡 哦 他养的不是一般的鸡 那是 他养的是 倒鸡 倒鸡 今年挣了一百二十万 哎呦 我爸把这零头二十万给我了 哦零头给你了 嗯 他能不把枕头给你了 那没给 他说这一百万得留着给我找一个后妈 那你爸可真有正事 我爸在这方面不如咱爸 我让你刮我了 翠芬啊 我跟你说实在话 这里边本来啊 有二十万 哦 我呢想拿出十万来呢 买一辆车 另外十万呢本来就打算给你 你看 当初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是二十万 对对对 我也是女婿 你也是女婿 对对 按理说咱俩应该平分 当时我不是没钱吗 对吧 正好你现在不是缺钱吗 来 这里边二十万 一分没动 你拿走 那你这车就买不成了 没事 车不要紧 你先就你这个集 另外你放心啊 咱们家这个房子的首付的名誉充号 在外边永远属于你 不好意思 是 是 爸 你看看你大姐夫是怎么说的 是 怎么做的 是 你再想想平时你自己 是 咱们是一家人 是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是 和谐 才是咱们的家风 记住了 在这个家里 我是你岳父 是 她是你姐夫 姐夫 她是你媳妇 媳妇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永远是咱们家的首付 爸呀 大姐夫 从街坊邻居那儿我还能这么说吗 你试试去啊 街坊邻居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 谁付的 你 我收起来好 大姐夫 我还得忙着呢 抓紧时间把鞋锅擦干净 没事儿你放心 我给你擦 赶紧给我做饭去 我抓紧时间歇会儿 哎呀 张老师 我怎么觉得咱俩白忙活了呢 为啥呢 哎呀 还为啥呢 干活儿吧 来来 快点这快点 每个小时 啊 .. 爱 行 那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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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